前两天和同事去K哥 到凌晨两点才散 由于住的比较分散 所以各自打车回家 我们这里出租车职业道德较差 经常半路烧人 这样如果碰上顺路的 他能赚双份车钱 此时的我已经喝得头疼欲裂 急切的想回家睡觉 出租车司机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 走了没多久 前方突然出现两个中年女性招手拦车 司机当然就想惯例要停车 俺当时心里那个烦啊 于是一个计划就此诞生了 就在出租车快要停下时 我由于醉酒 一副违你的神态 便为十分紧张而又严肃的表情 对司机小声说 别停快走 司机一脸疑惑正要发问 我直接将其打断 别说话快走 快 司机虽不情愿 但看我的神态也就没说什么 只好踩一脚油门开走了 到达我家楼下停车后 他问我 刚才咋了 我神色凝重的说 小伙子 谢谢我吧 刚才拦车那俩人 你没仔细看吧 他们脚后跟是不沾地的 你还年轻 以后晚上跑夜车的时候 要多长个心眼啊 要不然成了冤死鬼都 不知道是为啥 不能跟你说太多了 你不懂 以后小心吧 说完我下车 关门 而司机一脸煞白 钱都没跟我要 第二天早晨 我上班 那车居然还在楼下停着 一宿都没再出去拉火 我是不是太坏了 你好坏哦 我好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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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